美希 你好 你好 你们今天是在这边什么项目教你 今天我在教Digital Art 你可以跟我介绍一下你这个Digital Art 它其实跟普通绘画其实有什么优势呢 你这个课程到底是卖点是什么 Digital Art主要跟普通传统绘画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使用Photoshop和Walk Home 在电脑上面绘画可以让学生更 就是这个Walk Home吗 对就是这个 大概要多少钱是吧 大概 要多少钱这个Walk Home 如果提供的话应该上到500块 就普通这种电脑是ok吗 对 什么电脑都没有用 那小孩可以学吗 小孩也可以 学着这种这么高级的 这个是什么时候会这个 这个是Photoshop 小孩可以一年级 一年级也没有问题 只要他用心学习 okok那你可以跟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课程里面的一些内容 他到底是学些什么 嗯 我们首先会先教他们Photoshop的几本 每个TOOF的用途 过后我们在地堂会先教他们 简单的那些用brush的那些应用法 还有用团队的选择 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进入team的主题 来给他们选择自己要做的主题 之后我们就会再 教他们做一些special effect的东西 来提升他们的会话 因为我看这个学生在学的头学 手好像很灵巧 他学了多久这个 大概几个月 几个月了 我不知道这位学生Ellen 她是有学生的一些故障 对 她是哪些故障的技术 她本身是意义 工业人士 哦哦哦 哦哦 领改人士也可以学 对 她的那个 focus好像很厉害 就是真的是 就学了几个月就这么厉害 对 这完全是她自己画的吗 这些还是已经有了一些代表在里面 是她自己画的 是她自己画的 是她自己画的照片 哦完全是一笔一画 全部就是模仿的照片 对 然后把它搞进去 它是用不同的照片组合结成 哦 搞了多久了 这个大概有一个月了 就是四堂克兰的意思是吗 对 OK 非常好非常好 非常interesting 哎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谢谢